我們帶小朋友們到哪裡來了呢 有人猜到囉 其實不是猜到 我剛剛就有講了對不對 不過我現在要先問 立者姐姐要問你們 這是什麼東西啊 黏土 你們都覺得是黏土對不對 我也覺得是黏土 可是這是什麼呢 等一下張姐姐會告訴你 還有這個是什麼呢 冰塊 對 猜猜看 有人覺得是冰塊 那這是什麼 砂糖 你們要不要傳下去摸摸看 對 摸摸看 但是不要說 不要放嘴巴裡喔 來 你引傳過去 給後面的小朋友看 還有這個 來 你摸摸看 是不是黏土 這是黏土嗎 是 這是黏土嗎 黏土有這麼硬嗎 對不對 這是什麼 石頭 石頭喔 有人覺得是石頭 這是什麼 這個好硬啊 硬硬的對不對 好 那我們請張姐姐 來告訴我們 這些東西是什麼 我們剛剛玩體驗的部分 有三種原料 就是我們蠟筆製作的基本的原料 那就包含了 像我們這個看到有顏色的部分 好 因為我們的蠟呢 是基本是沒有顏色的部分 所以會透過這個色膏 那這個色膏呢 這是色膏 對 其實它是我們的石蠟 加上我們的色粉 所以在做的過程 我放黃色的話 待會出來蠟筆就是黃色的 然後藍色的話就會變出 就會生產出藍色的蠟筆 好 所以這是我們色膏的部分 還有這個大家剛剛說是冰塊 現在摸了你們還覺得它是冰塊嗎 方塔 妳覺得這是方塔 還有人覺得這是什麼 年糕 還沒有煮過的年糕對不對 還沒煮過的年糕 那姐姐這是什麼 有 我們很多人小朋友說 它是冰塊或是蘿蔔糕 因為它白白硬硬的 那它呢 其實它是從石油提煉出來的 它叫做石蠟 就是我們像我們做蠟燭啊 做蠟筆的基本比較就是這個 我們為了要讓它能夠快速的融化 所以我們把它敲成小塊的 放進去那個大鍋子裡面 去用蒸氣式加熱 然後讓它融化成液態 然後再加入我們的色膏進去 然後一樣做均勻的攪拌 然後讓它變成是很高溫 大概100多度的蠟液 然後放進去我們的模具裡面 去做成型動作 了解 它這個呢 對 剛剛小朋友說是麵粉糖粉 有 其實摸起來小朋友 我覺得滿像糖粉的 對 它摸起來很細緻 那摸起來是滑滑的對不對 那為了讓小朋友 能夠很輕鬆的去把蠟筆 很容易畫出顏色來講 我們加了之後叫做滑石粉 滑石粉 對 就摸起來滑滑的 然後讓它 對 這個不可以吃 好 那只是 我們在包住它 很輕鬆可以畫出來 這是我們讓蠟筆變滑順的 一個小小的秘密工具 所以它是蠟筆的三個 主要的原料 這樣子 今天張姐姐就有跟我們講說 有東西是可以畫在牆上 不怕髒掉 因為它也擦得掉對不對 對啊 今天有特別帶來 就是我們可以用濕布 把它擦掉的蠟筆 一般的蠟筆呢 它的油脂成本比較高 它沒有辦法用水去把它擦掉 所以一般小朋友在家裡 糟糕 畫牆上面 沒辦法把它擦掉 為了解決這個困擾呢 所以我們就開發出了這個 它是用清水性的蠟去製作而成的 所以我只要用微濕的布 就可以把它擦掉 就擦得掉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試試看 有沒有人要試試看的 大家都要試耶 先請兩個小朋友來上來畫畫看 好不好 妳們最喜歡畫什麼 妳最喜歡什麼顏色 小女生喜歡什麼顏色 妳選一個顏色 紅色 弟弟呢 妳喜歡什麼顏色 妳喜歡黃色 好 妳畫妳最喜歡的東西 妳在瓷磚上面畫畫 妳可以在瓷磚上面畫畫 張姐姐妳們這個做蠟瓶的工廠 這是可以一般小朋友 可以去參觀的嗎 對啊 我們全年午休 那妳都可以隨時可以過來 就是有那種親子 就是像是DIY教室 對 我們既然會有導覽的介紹 告訴妳說蠟瓶怎麼做的 除了我剛剛介紹之外 還有更詳細的介紹 還有影片可以看 讓妳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 蠟瓶到底怎麼做的 對 同時我們館內還有很多的活動 包含像這個也是我們第一關的 塗鴉區的部分 小朋友可以在我們的瓷磚上面畫畫 還有白板 還有鏡子上面盡情的圖畫 好 那我們再換其他的同學上來好不好 我們換弟弟跟另外一個弟弟 跟另外一個妹妹 來 妳要挑什麼顏色呢 妳要紅色還是黃色 這個也是對不對 這個是大隻的 這個是白板筆 這是我們專門設計給大人使用的 也是在光滑上面 因為它光滑上面也是可以畫 因為我們在一般使用一般白板的話 白板筆的話會有臭臭的味道 然後擦的時候會有粉塵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用一樣 一般畫圓圓圓圓圓 去做這個大人使用的白板筆 因為我們用濕布也是擦得掉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小朋友可以先選擇顏色先試試看 我問一下王醫師好了 像這一類的 等於說可以實際手作的一些旅遊地點 您會不會特別推薦甚至比 就是只是 其實動手DIY這件事情 對小朋友的整個發展真的是非常好 我們剛才有講說 真的去動手DIY還結合他們喜歡的畫畫 讓他們覺得畫畫不是像一般的畫畫 那麼無聊 對 它可以畫在不同的地方 那其實小朋友可以在 他日常生活裡面 有這樣的經驗的話 其實在家裡面比較不會隨便亂塗 有道理喔 好 謝謝你們 弟弟畫什麼 我們講說那個有神奇的魔力 可以擦掉對不對 對 我們要幫他試試看 我們請這個妹妹幫我們試試看 好不好 好 試試看好不好擦 謝謝 好擦 好 好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個觀念也不錯 就是讓小朋友再自己把它清除掉 對 其實他可以教小朋友就是說 可以幫媽媽就是在整理家務 對 所以等於是像收玩具一樣 你玩完了以後要自己去把它整理乾淨 其實也解決了很多爸媽的問題 對 小朋友喜歡亂畫 如果說是有一套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他有固定的地方去畫 謝謝你 倒是滿好的 對 也是喔 還有那個剛剛下面的幾個小朋友 畫的好多顏色 我看得出來好像有青蛙 是不是 還有小 還有也是都基本上 大家都是在畫自己對不對 好 來 接下來 弟弟你要幫我們試試看把它擦掉嗎 妳要幫試試看在鏡子上面 你擦擦看鏡子上面 我來試試看擦這個 可以啊 來 所以其實它是大人小孩都可以輕易擦的 都可以擦 就是我們還有產品 還有附一個鴨子海綿 就是如果你在浴室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洗澡水 其實很好擦耶 只是小朋友擦起來會可能比較 比較那個不順手一點 其實它水分越多 它的容量越高 對 大人擦起來覺得很輕重 不過你剛剛想說 這個可以硬製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在浴室裡面 好 用洗澡水用完 然後就是用這個直接 把它擦一擦就好了 這樣就是很環保節水 可是因為你剛剛講的硬製 我知道其實還有一種 非常特別的東西 叫做什麼 拓印辣筆 對 我們有拓印的 我們可以體驗看看 不同的辣筆畫 弟擦得好乾淨 你看他擦得好認真喔 你在家裡有幫忙做家事對不對 他一定是媽媽的怪小孩 有沒有幫忙做家事 有喔 你最常做的事情應該是擦桌子了 對不對 真的 真的 他默默的擦 然後擦得很分離 謝謝 好棒喔 擦得好乾淨喔 謝謝 我們大家都給自己鼓勵一下 好不好 你們剛剛都有發發 還有人幫忙擦掉 所以現在還有一個這個 哥哥要來幫忙對不對 要教大家怎麼拓印 哥哥你怎麼稱呼 徐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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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徐哥哥要來找小朋友 教大家怎麼拓印辣筆對不對 什麼叫做拓印啊 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們這個呢 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辣筆畫的作品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像一隻貓咪 它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花紋 這個花紋呢 我們是利用一個板子 叫做拓印板 是 它上面呢 是有一片裡面會有四個圖案 有花朵 星星 還有石頭 溫路 還有漩渦的圖案 那我們只要在上面呢 用蠟筆去摩擦 就會有這樣特別的形狀出來 所以呢 小朋友你在畫畫的時候呢 不見得只是像能夠塗顏色 不是只有塗顏色喔 然後我可以利用它的板子 做一些特別的變化 有不同的圖案 像我的褲子呢 就可以變出一個 有點點狀的褲子 好像爆完褲一樣 圖案的輩子很立體 很豐富的感覺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 請小朋友先試試看 好 你可以選你喜歡的 其實就好像我們小時候 玩那個把銅板壓在紙上面 然後用鉛筆在上面這樣 其實它原理是一樣的 對… 其實在這邊啦 因為它的摩擦力 會比一般的蠟筆畫畫還要大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訓練 小朋友手部的力量 跟它控制的能力 對喔 這個要請到醫生耶 這種訓練 對 因為其實它就是像剛才 Ru姐也講的 它就是會有那個摩擦力 所以它抓握的那個力氣 其實要再更大一點 你看小朋友已經怎樣 換手了 右手用完好痠喔 然後已經換成左手來握了 對 所以它那個掌內的小肌肉的力氣 是可以訓練到的 像這個等於說是比較難度一點點 對 你建議幾歲的 我覺得中班以上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對… 其實我們小朋友在畫畫 不一定要要求他 一定要畫在框框範圍之內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畫畫 只是一種訓練 顏色啊 美感 就是他不一定要畫到那個 這麼精準這樣 對 它有點創意 他自己隨意去搭顏色 劉喜 下見 劉喜 我找你過來 卻因為財神吸